我是夏良小妹 我是夏良阿姨 挑战一秒钟开场 开始 美国犹他州一名女子在丈夫去世后 自费写了一本儿童绘本出版 上电视节目宣传自己的新书 对丧父表达悲伤和悼念之情 现在剧情大反转 5月8日该名女子被捕 警方调查后表示 杀死丈夫的正是她本人 罪名是以致命伎俩的芬太尼 毒杀亲夫 今年5月8日 就前几天 Always Wife 就是说我们不止一只Always Husband的Wife 对吧 两性关系两方都可能杀了另一方 美国犹他州一名房产经纪人 兼作家Corey 最近因为自己的新书 登上了电视节目 一时间找了不少人气 这本儿童读物 Are you with me? 你依然在陪着我吗? 他用细腻温暖的话语 描述了关于失去亲人后的悲伤 并教孩子如何去应对这种悲伤 Corey刚刚经历过丧夫之痛 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和三个孩子一起从悲伤中恢复过来 也因此 他在书中提到的建议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显得格外有说服力 他说 希望这本书不仅能让自己家庭重新回到正轨 也能帮助到千千万万有类似经历的家庭 让大家都能走出亲人去世的阴霾 但新书翻售后没多久 Corey就被指控犯有一级严重谋杀罪 种种证据显示 把失去丈夫的非伤写成书的Corey正式杀害丈夫的玄凶 2022年3月4日 李金斯在半夜打电话报警 说丈夫Eric摸起来很冷 他告诉警察 他给丈夫调制了一杯Moscow Muller鸡尾酒 以庆祝他成功出售了一栋房子 然后他到孩子卧室打发孩子睡觉 凌晨3点左右回到房间 发现丈夫没有了反应 尸检结果显示 Eric死于口服过量分泰泥 这是一种止痛药 但因其成瘾性在美国被滥用为毒品 从体内检测出的分泰泥浓度 是至此剂量的5倍 好多的 根据法庭文件显示 Corey女士告诉调查人员 她去哄儿子睡觉时 把手机留在了床边没有关机 但调查人员后来发现 在她说她去儿子卧室和拨打911之间 手机被多次锁定和解锁 而且她在那段时间发送和接收了短信 但这些信息后来被删除 除了谋杀指控 Corey还面临涉嫌持有非法药物的指控 她很有可能在丈夫去世前一个月的情人节 曾试图毒死她 一个月前的情人节 对 就是 她这个应该是蓄我很久了 对 就是曾经试图第一次没有成功 然后再第二次成功 对于Corey的手机进行的调查发现 她与一个熟人有几次通信 法庭文件称此人为CL 文件显示 面临多项毒品指控的CL告诉调查人员 Corey在2021年12月至2022年两月期间 曾与她联系寻求帮助 为一名被捕受伤的投资者获得处方止痛药 法庭文件显示 在止痛药送达两周后 Corey再次联系CL 说她在寻找更强的东西 之后CL以900美元的价格 卖给了她15到30粒芬太尼 2022年2月14日 也就是Corey购买这些药片的三天后 她的丈夫在家中吃完情人节晚餐后生病 法庭文件显示 她过来告诉朋友 她认为妻子试图在给她下毒 两周后 Corey再次联系了CL 要求购买价值900美元的芬太尼 六天后 Eric被发现 死于芬太尼国料 Eric离世一周年后 Barrie自费出版了带插图的儿童故事书 《你和我在一起吗?》 在今年3月7日推出 故事讲述了一个小男孩 在父亲去世后 想知道父亲在他生命中存在的意义 想知道他已经去世的父亲 是否还在关注他 身着天使翅膀的父亲回应道 是的 我和你在一起 当你进球时 当你走过走廊时 我和你在一起 我在这里 我们一直在一起 法庭文件显示 夫妻俩在经济上 还有两处没有处理好的争端 一处是两人之间 曾有一些保险相关的争议 出于业务需要 Eric和他的商业伙伴之间 有一份联合人寿保险单 这份保险单的生意人一栏 有着他商业伙伴 孩子 妻子的名字 也就是说 如果Eric意外身亡 他的妻子Karim很可能 要和孩子 合伙人 一起分享 Eric的财产 Karim很不满意 他觉得如果丈夫有任何意外 自己才是唯一的受益人 才对 去年1月 Karim试图强行更改保险条款 让自己成为保单的唯一受益人 保险公司按照流程 将条款变动更新 告诉了Eric Eric没有同意 因此条款变动 最终没有成功 因此一事 Eric很火大 他从保险受益人中 将妻子的名字删掉 把受益人换成了 自己的亲姐妹 当然 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告租 妻子Karim的情况下面进行的 他们家里的沟通 也是有问题的 Eric曾跟家人 提到过这件事 说 他觉得预感妻子 可能会为了钱而杀掉自己 如果自己有什么意外 希望他的财产 能尽可能多的留给孩子 除保险之外 夫妻俩的另一处分歧是 Karim有一栋 一直想买下的豪宅 但丈夫总觉得 200万美元的价格太贵 家里有房子住 也没有必要再去买豪宅 如果光是意见不合 倒也正常 但倒下显示 就像是有预谋般 在丈夫死后的第二天 Karim立刻买下这栋豪宅 买下豪宅的当天 他就在家里 大开party庆祝 不过 也就是在那天 Karim被告知 丈夫早已修改了保险受益人 他被排除在了名单之外 账后死后 他没有办法得到财产 或许是因为没有得到这笔钱 让Karim对未来的经济状况 产生了悲观一期 两周后 他又把自己朝思暮想的豪宅 给挂牌卖掉了 挂牌价500万 保险和豪宅这两件事情中的 种种细节显示 Karim有足够的作案动机 更锁定嫌疑 还需要更明确的证据 警方把目标对准了 Karim删掉的陌生号码 丈夫去世那晚 他腾多次和这位神秘人进行对话 并且随后删除了所有信息 在费尽周折恢复聊天记录 调查到这位神秘联系人的身份后 种方终于拼凑出了 全部的犯案过程 虽然表面上 夫妻俩看上去恩爱 但其实他们早有不和 Karim早已对丈夫起了杀心 Karim和这位神秘联系人 早在几年前就有联系 联系人在警方那里有不少案底 还背着几桩 以毒品有关的罪行记录 Karim从A那里拿到过各种药物 其中不乏各类的违禁品 为了不留下交易痕迹 两人一直用现金进行交易 在见面地点上也很有讲究 因为Karim长期从事房产买卖 他们约定一方把药物 放在交易的空房子里 另一方拿到药后 在房里留下钱 避免直接见面留下证据 Eric的姐姐回忆 几年前Eric和妻子在希腊度假时 他接到弟弟的电话 说身体很不舒服 怀疑是妻子给他调的酒有问题 虽然Eric的身体没多久就恢复了正常 但一家人当时就觉得 Eric可能是遭遇了妻子的投毒 去年情人节 Karim再一次尝试投毒 两人相约吃了晚餐 Eric突发寻麻疹 无法呼吸并且昏倒 让Karim遗憾的是 丈夫并没有直接死掉 于是他就向中间人提出 想得到一些更大劲的药 他的经销商那里 拿到了芬太尼药片 把他卖给了Karim 将一完成后 这些药片最终导致了Eric的死亡 这个Eric他不是 他知道他有感觉 妻子会投毒 但是他为什么这一次他就喝了呢 OK他前面也喝了 他为什么会一直去 还是不够警惕的 就是为什么 Eric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 他有了起诉离婚的打算 只是还没有来得及走流程 就惨遭毒杀 目前的调查中没有提到 为什么在明知妻子多次要谋害自己的情况下 Eric都没有选择分居 甚至没有拒绝妻子递给自己的酒 对啊 就我说的 对 这些都是警方还没有披露的信息 因为这是一个recent里发生的 回头再看Karim的新书 Are you with me? 这本教人走出悲伤的书 如今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他在致谢中这样写的 献给我了不起的丈夫 一位伟大的父亲 他说这本说是为了让孩子们安心 让他们知道 虽然所爱之人不在身边 但他们会永远存在 陪伴孩子们走过漫长的时光 就好像曾经那样 但也正是他本人的冷血 谋杀了自己口中的了不起的丈夫 把孩子们的生活带向了地狱 在这本说的封面上 Karim的丈夫Eric形象化作天使 躲在云间注视着孩子 三个孩子都曾帮妈妈参与过这本书的创作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慢慢接受了爸爸离开的背痛 如今真相大白 Karim或许会受到制裁 只是这个真相对孩子们来说 过于残忍了 非常残忍 Karim的居留听证会在5月18号举行 就是前几天 对 更多的细节被警方披露 最新补充指控文件显示 从2015年到2017年 Karim在丈夫不知情的下 为他购买了四份人寿保险 赔付总额近200万美元 Karim还更改了一份单独保单 将自己列为受益人 该保单最初将Erik的商业伙伴 列为受益人 Karim被指控后的首次出庭 因最新补充的指控 而被推迟至下个月 即6月12日 文件显示 Erik2020年10月 建了离婚律师和遗产规划师 而在此前曾发现 妻子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 进行了多项重大财务变更 检察官说 Erik发现妻子使用了 25万美元房屋净值贷款 并从她的银行账户中 取走了10万美元 还用她的信用卡消费 超过3万美元 此外 Karim还从丈夫的生意中 偷走了约13.4万美元的 税务专用款 当Erik质问妻子的时候 Karim同意偿还上述款项项 文件称 Erik之后更改了遗住 并成立了生前信托 装自己的财产 交给了姐姐Katty助理 并指定该信托 作为她50万人寿保险的受益人 Erik也将单独的人寿保险受益人 改回商务业伙伴 所有这些 均没有告知她的妻子Karim 此前的指扣文件和逮捕令 详细说明了当局逮捕Karim 之前进行的长达一年的调查 这些文件包括对一位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线人的采访 该线人说 在Erik去世的前几周和几个月里 曾向Karim提供 金可同和芬太尼 Erik的家人告诉调查人员 Erik早就怀疑妻子试图毒死她 包括几年前去希腊度假时 时间拉得更长了 本来可能以为 只是她死前的一个 一年的那个情人节 但现在要到 追溯到几年前的那个希腊 以及去年前人节 她吃下了三明治 Erik将疑惑告诉一位朋友 但是为了孩子 她维持了婚姻 Karim的三个孩子 目前跟亲戚住在一起 Erik的姐姐Katty 是她的遗产受托人 她申请了对孩子的监护权 这就是一个非常心狠手辣的老婆 但是他们两个夫妻之间 已经互相猜疑的情况下 还不分开 对 本来就是两颗心了 他们就是你想你 两个人都在算计着对方 但是男的算计可能是因为 他觉得我发现了老婆想杀我 所以我不得不为我的小孩去做打算 所以又要恐婚恐育了 恐婚恐育了 对 又要恐婚恐育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让我学到一点 家长不要因为什么都为小孩好 觉得要去维持那种所谓的婚姻 或者什么 科宇说了那么多 Always Husband之后 也来了一个心狠手辣 Always Wife前面也有呀 这个是对心狠手辣的 对的 而且竟然还能出书 以上是今天的案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